文貴先生 Kazbo 早上好 袁希希早上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互動話題就是 南非變種病毒 引發市場過度恐慌嗎 關注到昨天晚上非常有意思 就是拜登和鮑威爾 可以說是玩賺美股進入市場 那拜登就表示 不會因為變種病毒而封城 我們關注到 美股就立即出現了反彈 但是鮑威爾這方面 卻在警告 新病毒會增加經濟風險 債息就立即下跌 拜登和鮑威爾 對於病毒的判斷 是否是出現了矛盾 當前資本市場的一個反應 又是否有一點過度恐慌呢 那我覺得現在的 我不能說是過度恐慌 我覺得大家是不知道方向在哪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點 因為現在 其實我覺得市場上面的方向 都是非常的矛盾 那首先的話就是 這個拜登總統 其實最近也是提名了鮑威爾 去連任這個聯儲局的主席 然後如果他提名的話 基本上也是百上零零的事情 那鮑威爾應該連任 也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他連任的話 大家一開始就預期說 可能他會持續 之前的那個各派的作風 但最近的話就很明顯的 就是他一連任 然後聯儲局的官員一出來 就是說其實我們那個 就是收水的速度可能加快 然後這個加息的速度 也可能加快 所以大家會抑制的預期 就是說我們可能到了這個 明年的6月份的時候 就會加息 那甚至明年的話 可能加息兩次 所以大家其實對於這個事情的 這個預測 是比以前激進了許多 所以當時的話 大家一開始的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加息 加息的意思就是說 把我們的資金成本都給提高了 資金成本提高的話 就代表說 其實我們之前 我們很多的這些資金 都被迫的要去賭 就是我們可能 因為資金的成本很便宜 然後我們放在銀行 或者放在高息股的話 放在財券也沒什麼利息可以收 所以就很多的錢就擁具 可能一些很高風險的一個 一個股票啊 甚至是為什麼最近一些 估值非常高的 很虛的一些股票 要炒得非常高 也是這個原因 但是現在的這個事情 而如果加息之後的話 那就會 立刻就對於高估值股份 沒有那麼以前的那個熱情 所以其實那一天 高估值股份 特別像是我們 一直常 最近非常喜歡的那些 什麼ROBLOX啊 電動車啊 元宇宙啊 什麼UNITY 那些股份都貼得非常厲害 但是 現在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現在就近期那邊 就可能開始出事了 就是南非那個叫Omicron的變種病毒出來了 那這個變種病毒出來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很多的國家現在已經封城了 包括以色列 包括什麼南非之類的 封了城之後呢 但是大家還是對於這個這個病毒 不知道它的這個屬性是什麼樣 殺傷力一大五大 所以其實對於舊經濟特別像是什麼 就航空啊 那個那個郵輪啊 這一類型的舊經濟來說的話 也是非常的 差的一個影響 所以現在其實是很冰火兩重天的感覺 就是一邊就可能覺得說 經濟好像扶輸的差不多了 要收水 另外一邊的話 突然殺出來一個新的病毒 然後新的病毒不知道 會不會就是重新又把這個經濟 給拖了下去 所以現在其實整個市場的這個情況是非常的混亂的 那要這麼強調 所以如果是現在還持有美股的話 當然強勢股可以繼續持有 但是現在我從倉位上 或者是從部署上也會變得開始保守 就是說我們看不清楚那個方向會是怎麼走 也不知道新的這個病毒會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暫時來說的話 還是清倉的操作為主 我覺得在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也是應該去減少市場了 現在市場比較矛盾 找不到一個明確的方向 所以CASB也是建議大家 大家可以先保有現金 後續當市場有明確方向的時候 我們再進行佈局